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昨天是KPL常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打完就能确定季后赛的分组情况 XYG和TTG也爆发了最后一场比赛 结果XYG表现依然稳健 以3比1战胜TTG 排名稳定在S组第二 同时XYG也获得了季后赛胜者组的资格 昨晚的比赛XYG连赢两个小局 势头很猛 本因为要零封DYG了 没想到TTG冰晨的鲁班大师发挥出色 开团非常果断 本来XYG前期有优势都被打没了 TTG这才拿下一分 没有被零封 XYG在去年秋季赛的时候 就已经创造了奇迹 那是他们第一次进入KPL大比赛 谁都没想到他们上升的如此之快 一路冲进了S组 最终拿到四强的成绩 可以说是吊打了大部分KPL队伍 不过当时网友也没有把XYG当作一只强队来看待 多数网友只是认为 KPL其他队伍是一下滑了 但本赛界XYG的表现已经颠覆了这些人的认知 XYG先后战胜了大魔王狼队和E-Star 本具S组第二 狼队和E-Star的实力大家都知道 这次总没有其他理由了吧 XYG妥妥的成为了TPL强队之列 谁还能说XYG没有夺冠的希望呢